我们再看下面 由云中朝阅 优西大师的 弥陀金诸集 四明云 天台家的四明尊者 云极之苦 所有名字亦亦不虚 就尽陈旧 盖其所招 阿弥陀佛 证得究竟圆满 我们念这句佛号 目的在哪里 希望我们跟阿弥陀佛 一样的证得圆满 这就对了 能行吗 行 只要你用这句阿弥陀佛 把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其心动念分别执着取而代之 就成功了 念头才越动 阿弥陀佛 全归在阿弥陀佛上 不要让其心动念分别执着冒出来 用于这句佛号把它压住 把它控制住 绝而绝之 没有了 不知不觉 你就成阿罗汉 成菩萨 成佛了 阿弥陀佛 念念 无量觉 绝而不灭 就这意思 你的会念 业有知者 我迷了 阿弥陀佛 回归无量觉 业有分别 我迷了 业起心动念 我迷了 用什么方法 破灭开物呢 一句阿弥陀佛 真管用啊 真有效啊 不要被别人骗了 现在这个世界 骗人的人太多太多了 妖魔鬼怪 到处都是啊 你不跟佛走 你跟谁走 千万不能跟鬼神走 千万不能跟邪魔走 首先你要有慧眼 你要把人把事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才不会上当啊 所以这所有名字 这就是六字红领 一夜不虚 就近成就 盖其所招 这所招就是感应 皆极正骨 他与自信相应 他跟别的不相应 跟自信相应 跟自信里头 本有的智慧得相相应 一夜不虚